腰椎间盘突出一定得手术治疗吗?专家说那倒未必 工作所迫,在电脑桌前坐立八小时对于现代人来说已是见怪不怪之事,但久坐并非好事,长时间的坐立会致腰椎处受压,长期下来,腰椎健康容易亮起红灯,其中以腰椎间盘突出最为多见 如今腰椎病患者日趋年轻化,腰椎间盘突出该怎么治,能不能治好,是多数人关心的问题 腰椎间盘突出怎么治疗?1.保守治疗 绝大部分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症状较轻,通过保守治疗改变椎间盘组织与受破神经根的相对位置,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1.卧床休息 卧床休息是保守治疗最基本的方法,卧床时以木板床以及卧位为主,有利于矫正腰椎 急性发作时,应严格卧床休息,一定时间的休息能缓解腰部不适 2.牵引治疗 牵引疗法有多种,常用的由骨盆带牵引法,全天24小时持续牵引,坚持几周时间,可以增加椎间隙宽度,减少椎间盘内压,使之回纳归位,减少对神经根的压迫 除了骨盆带牵引法,除了骨盆带牵引法,手法推斑法,治疗效果是操作者以及患者自身病症情况而已 3.物理治疗 推拿,按摩均属于物理治疗,其功效主要为解除局部肌肉症磷,减少椎间盘间压力,并促进血液循环,从而起到消除水肿目的 3.理疗在腰椎间盘凸出治疗上有一定的作用,但像推拿,按摩这种理疗方式,需寻找正规门店进行治疗 2.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适用于保守治疗无效者,伴有神经压迫,锥管狭窄者,多也建议手术治疗 目前腰椎间盘凸出手术治疗方式有微创手术,开放手术,腰椎融合术 微创手术包括等离子纤维环成形术,锥肩盘切西术,锥肩孔径,蛋白酶融合术等,微创手术的优点 微创口小,感染风险低,但术后效果不确切,可能具有一定的复发性 而开放手术相对形成的手术窃口大写,但安全性高 腰椎融合术相对根治效果较佳,适合于高龄患者,但该种手术费用相对较高 对于腰椎间盘凸出症的治疗,一般以非损伤的保守治疗为首选 保守治疗无效者,则多以手术治疗介入 手术治疗顺序由以纤维创,再开放,后融合,或者直接融合 具体的手术方案还需根据患者情况而定